华月事件成战场,肖战和王一博粉丝激烈冲突 原本备受期待的2024年华月活动,本应是一场充满顶级音乐表演的盛宴, 却意外地演变成了肖战和王一博两位当红明星粉丝之间的激烈战场。 这场冲突不仅让现场观众大为震惊,也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关注。 冲突起因于肖战和王一博的粉丝之间突然爆发的激烈争执。 双方的言语交锋迅速升级,导致场面一度混乱和紧张。 双方粉丝对峙的画面被录制成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仅数小时内就吸引了数百万次观看和分享。 然而,当晚最令人震惊的是一群CPU粉丝突然躺倒在的, 表现出夸张的行为,仿佛在无理取闹,而实际上并没有人碰到他们。 目击者对此行为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拨眼球或在紧张局势中制造注意的举动。 这一幕CPU粉丝躺得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极大的愤怒。 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仅让人反感,还损害了两位明星及其粉丝团体的形象。 也有粉丝表达了对这场冲突的强烈不满,认为粉丝间的对立已经过于严重, 严重影响了活动的氛围,并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不良印象。 关于这场冲突的图片和视频正在广泛传播,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和争论。 毫无疑问,这次华月事件将被长期提及,而不是因为出色的表演,而是因为粉丝之间失控的对峙。 赵丽颖您更新,实力派变态逆袭,娱乐圈的清流,你认同吗? 哎呀妈呀,娱乐圈这事儿,真是比咱老百姓的生活还热闹。 今天,我的跟大伙聊聊两位实力派演员,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变态,是破简成蝶,华丽蜕变的典型代表。 是谁呢? 别急,咱慢慢来,保证让你笑忠带泪,看完直呼过瘾。 先说第一位,咱们亲切地称她为国民女神赵丽颖。 这位小姐姐,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 你看她,从花千古里那个纯真坚韧的小谷,到楚桥传李志勇双全的楚桥,再到知否知否,硬是绿肥红兽中聪慧温婉的明兰,每一个角色都像是她亲生的,演的那叫一个活灵活现。 你知道吗?赵丽颖的成功,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她可是无数个日夜对角色的揣摩与投入,是对演技不懈追求的结果。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演的不是角色,是活生生的人。 这话,听着就让人心里热乎乎的。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演员,是用作品和角色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的桥梁。 咱们得给她点个赞,对吧? 再说第二位,哎呀,这位可是娱乐圈的颜值担当林耕心。 她那张阳光帅气的脸,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啊。 但是,别看她长得帅,演技也是杠杠的。 从步步经心理深情专一的十三阿哥,到其他作品里的各种角色,她总能用独特的魅力征服观众的心。 林耕心的成功,也不是靠脸吃饭那么简单。 她对待每一个角色的认真态度,以及不断提升的演技,让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她就像那个默默努力的小透明,突然有一天,哎呀,发光了。 这背后,是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坚持。 咱们的说,这位小哥哥,真是有料。 赵丽颖和林耕心,他们俩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屑于靠炒作博取眼球。 在这个流量未产,炒作品出的时代,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却更为坚实的道路用作品说话,以演技服人。 他们的谦虚低调和正能量形象,也为他们在娱乐圈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你知道吗? 他们俩在演艺界中对待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 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收获了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也为整个娱乐圈树立了正面的榜样。 咱们的学学,对吧?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更重要的是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 说到这儿,我的差一句,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新动向可是让粉丝们翘首以盼啊。 据说,他们最近又有新作品要上了,而且还是搭档出演。 哎呀,这消息一出,粉丝们可是炸了锅,纷纷表示, 这俩人在一起,简直就是颜值与演技的双重暴击啊。 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吧。 其实啊,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诱惑与挑战的舞台上, 真正的演员无需过多炒作和包装,只要用心演绎好每一个角色, 坚持提升自己的演技和作品质量,在激烈的竞争中就能脱颖而出。 他们的成功之路,可是值得每一位演员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啊。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搞笑的事。 有一次,赵丽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她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可能是我比较变态吧。 哈哈,这回答真是太逗了。 不过啊,咱们都知道,她说的变态其实是指她对角色的极致,追求和对演技的不断挑战。 这样的变态,咱们可是要多多亦善恶。 再来说说林更新吧,这位小哥哥可是个十足的逗笔。 有一次,她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拍照,配文,今天我是这条街最亮的子。 哎呀妈呀,这自恋的程度,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啊。 不过啊,这也正是她的魅力所在,阳光,自信,幽默,总能给粉丝们带来欢乐。 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进入高潮部分了。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成功,可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们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但是啊,她们从不抱怨,从不放弃,始终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这份坚持和信念,也正是她们能够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咱们的学学这两位变态演员的精神。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勇敢追求自深度好文计划级的梦想。 就像赵丽颖和林更新一样,用实力和作品说话,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光芒。 我想说一句,赵丽颖和林更新,你们真是太棒了。 希望你们能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欢乐的时光。 咱们一起期待吧。 赵丽颖与林更新这对演员组合被称为实力派的变态逆袭,确实引起了不少讨论。 在娱乐圈中,她们的表现和成就有目共睹,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 以下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和个人观点。 首先,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成功并非偶然。 赵丽颖从默默无闻的新人到如今的明星,经历了艰辛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 她的演技逐渐被认可,从早期的配角到现在的主角,无论是花千古楚桥传,还是知否。 知否。硬是绿肥红兽,赵丽颖都表现出了超凡的实力和适应能力。 她通过角色的转变和对不同类型角色的驾驭,证明了自己的演技不断提高。 林更新也是如此。 从《步步惊心》中的四爷道《鬼吹灯之龙领迷哭》中的主角, 林更新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扎实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的演艺风格多样,能够将角色的复杂性和深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投入,使她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实力派演员。 然而,为什么会有变态逆袭这样的说法呢? 变态这个词在此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用来形容她们在演艺道路上所展现出的超常规的努力和拼搏精神。 她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突破自己,挑战自我,从而实现了逆袭。 这种变态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演技上,更体现在她们对角色和工作的投入上。 在娱乐圈这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赵丽颖和林更新被视为清流并非没有道理。 她们的职业态度和作品风格,与当前流行的炒作和肤浅的娱乐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们专注于演技和作品的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话题、性或短期的曝光。 这种坚持和专注,使她们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珍贵,也让她们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总的来说,赵丽颖与林更新的成功代表了实力派演员的一个典范。 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真正的演员不仅仅依赖于外在的资源和运气,更在于内在的实力和坚持。 她们的逆袭和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胜利,也为整个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 你是否认同这一点呢? 在你看来,她们的成功是否真正代表了清流的存在? 是否认同这一点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